刘晓庆曾经说过 做人难 做女人难 做名女人更难 如今她已经嫁做人妇 大家恐怕现在很难把 她和困难这两个字联系起来 不过最近她在登陆某节目的时候 就向大家透露 当年她偷饭票的经历 真的是很难想象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大名鼎鼎的刘晓庆 做出这么糗的事呢 她偷的又是谁的饭跳呢 要说这事还得追溯到30年前 当时刘晓庆和梁家辉 合作拍摄电影 垂帘听政和火烧演名言 那时候刘晓庆在内地已经走红 而梁家辉还是首次演电影 令人想不到的是 刘晓庆的大意远不及 受到照顾的香港演员梁家辉 姨贵妃 你听清楚了没有 听清楚了 虽然我是大明星呢 就是说我们每一天的那个 吃的这个东西 两个馒头 然后两盘这个黑色的咸菜 梁家辉他们呢 就推一个饭车 上面什么鸡鸭鱼肉 什么都有 后来我有一天我就哭起来了 因为那个年纪比较小嘛 所有的人都来哄我 怎么了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情了 我说我也要吃肉 刘晓庆吃不着肉 嚎啕大哭 梁家辉却是饱汉不知恶汉机 不仅待遇好住酒店 更有很多富裕的饭票 于是刘晓庆只好出此下策 她都吃不完 经常拿去冲马桶 我就趁她不在的 就去偷她的饭票 从她的这个桌子上 我们就撕 撕一大片 然后就拿回去 我们四个人去 四个人分 这两家会都没发现 要见什么 刚才我是访问当时说实在说 我原来偷她的饭票 如今两人都已经是电影圈 赫赫有名的味 说起这段经历 想必会开环一笑 不仅有待遇上的不平等 当时首次合作的两人 甚至都互相听不懂对方的语言 为此两人还想出了这样的招 我们就说好 如果你说完了以后 他不是善善子 我说你如果一边善善子 一边说的话 你就善到这个 你一停 我就接着说 我真不懂得适合居心 那也是他奉旨行事啊 就是在这个镜头下面 就示意一下 我们俩就这样的合作